大家好,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养兰花若苗 我们最好就是不要给它用肥 不是说兰花若苗不需要肥 而是因为很多新手花油 养兰花若苗总是把握不好用肥的浓度 还有次数导致若苗产生肥害 就比如像我这一盆兰花若苗 我就是给它在喷涂里面埋上了一点磨肥 那么现在一段时间过去这盆兰花 现在已经长出了两颗新苗 大家看我这一株兰花若苗 这里是长了两株新苗 这个新苗的长势还是可以的 比如植株后期再慢慢养护得到 它还是能够很快的腹状的 为什么我放上磨肥 可以让它更快的长新苗 让它长势能够很快的腹状呢 因为磨肥它有特点 它首先不会受到水分和温度的影响 它释放养分 其实是在植株需要养分的时候 释放有机酸 这个有机酸它就能够溶解这个磨肥 然后这个磨肥释放养分 这样才能够供给植株所吸收 如果植株不需要养分 它就不会释放有机酸 那么这个磨肥也就不会释放养分 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的避免伤根的情况出现 所以南华若苗不是不需要肥 我们一定要掌握好用肥方法 这样才能够有效的促进它的生长和副状 那么这个磨肥的话 我们用的时候大家要注意 我们不能够直接撒在盆土表面 因为它要接触到根系才能释放养分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在栽种的时候 在盆土上部分给它埋进根系的地方 如果已经上好盆 我们就可以把土壤给它轻轻剥开 然后撒在盆土里面 就像我这一盆一样 就是撒在里面 然后把土盖上再靠近根系的地方 这样它就会释放养分供给 这个磨肥苗生长 它是一种高粮的款式肥 而零元素是可以促进植株发根的 让它长出更多的新根 更有利于它腹状 一般我们用一次来就能够抵一年能量了 南华若苗用度于肥 然后给它一点柔和的散色光照 平时盆土可以适当的偏干养护 这样更有利于它发根 很快就能够腹状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